开车行经盛盖波Mission路的民众在不必为了等火车经过而在平交道前等待数分钟了 今天早上众民选官员聚集在该十字交口铁路地下化的铁道 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这条地下化的铁道工程由2012年开始共强达1.4里 并花费3.13亿美元打造 预计将于明年完工 届时交叉路口塞车情况及货车铭笛噪音将被消除 行人过马路时也更加安全 除此之外 地下化铁道上将有四座桥梁 公轿车及行人使用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指出 他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支持与交通有关的各项工程 只要能够让民众的生活更安全与便利 货山基线督察苏利施则说 AC工程不仅缓解了交通拥堵的问题 更透过减少车辆尾气排放 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他表示很荣幸能参与该项工程 未来也将持续推动类似的计划 加州运输局委员会副主席Fran Eman表示 借由EB提案 该阵位向圣盖博铁路地下化工程拨款2.37亿元 这个工程除了造福加州的经济及环境 更显现出投资通道工程的重要性 圣盖博师原料清和提到 全美的货柜有40%经过洛杉矶 大量的货运交通让附近的居民长苦不堪言 如今深盖博铁路地下化抵将竣工 相信民众都感到非常开心 以上新闻是由新闻日报记者 邓妮华报道 谢谢